大家好,歡迎來到鐵索姑姑小姨媽的頻道 我阿索,最近我都會在地鐵園線介紹一些地區給大家 但是快要通關了,你們有沒有想過租房住或者買房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在這段時間看到不同的視頻 都會由地產商,大部份都是由地產商去介紹一些樓盤給大家 而我希望以一個用家的角度 和大家去講一下每個地區的有什麼不同 因為大灣區很大,對不對 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紹一個地方 看看連塘口岸 這裏是一個連塘口岸的入口 也將會是24小時一地兩檢的通關地方 好了,連塘口岸在這裏 這裏直接可以去到地鐵口 所以亦都是地鐵的完善 而今天我想和大家介紹就是連塘口岸 上面的物業 叫做四季魚丸 今天我就看到幾個單位 想介紹一下給大家 而這個房子是2015年開始入企 直接到現在大概是七年 地產商跟我說 這裏的入住率只有八成而已 價錢都很差 但是值不值得在這個地方去住 除了方便之外 好了,大家Let's go 看看 四季魚丸這裏有八棟 入到小區我就覺得幾安靜 和東西都叫做幾新 安靜原因有機會真是未通關 我們看看 每一棟樓高四十層 一般在深圳的樓 走廊位都會比較矮 但是這個都挺高 這邊有固形 它這個平台是每四層有一個 每四層有一個 開盤是毛皮膠房 這些裝修是業主自己裝修的 嗯 開箱 自套的話是紙豬不賣 嗯 但是好像有人住過咯 對 自套它以前是業主自住的 不賣掉了 它是紙豬不賣掉了 然後現在新的土地 放豬不賣 放下陸前 可以 這裏是朝什麼方向啊 老闆 東南 東南方向 對 嗯 你在深圳看房子 只要是看香港那邊就是南向 哈哈 對面是香港嗎 對那邊就是香港 你只要是看香港都是南向 只是說你看你在哪個部位 這裡是東南 哦 人家這裡就海關 就是這個樓梯 可以進去 這個橋 那邊那個 對對對我看著有一個橋 對嗎 嗯 通關口嘛現在 等一下 如果開通 以後 以後是24小時 目前的話沒有 我知道現在沒有 但是 對 以後就24小時 這裡沙邊會很吵 好吵 呃 這個我不敢說 嗯 也不敢保證 因為這個鎖也說不準 哦 對對對 因為車會比較多了 這裡卡車 嗯 兩米九 它這個裝飾 它這裡應該是兩米九幾 它有天裝飾 它上面有做那個天花的話 只有兩米八幾 它這裡應該是兩米九幾 據資料顯示 這個屋苑 由香港的建築師去設計的 但是呢 我們看到入房呢 就有條橫樑 在叫做三分之一的位 擺床呢 其實就不是好擺的 風水學來講 就橫樑紮頂嘛 那嘛 看一下主人房 看下去面積好像很大的 但是呢 就 又不知怎麼說 又是有條橫樑 那嘛 幾闊呀 由窗台至到 即窗位至到 那裡 大概有尺幾位 那你那尺幾位 基本上就用不到 避開條橫樑 最多可以擺到1.8的床 那麼看回洗手間 洗手間這個呢 這個呢 就幾奇離的 但是呢 又沒有安這個玻璃閘 叫做玻璃閘 當你住那個時候 一定要自己加裝 那麼廚房位呢 就先看看 讓我開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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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廚房滿大的喔 它不錯喔 它有一個生活陽台 哦 它把它打通了 哦 哦 對呀 我覺得滿大 但是也沒有什麼 很多深圳的房 都會有小陽台 在廚房裡面 它就沒有 它打開 哦 所以 可以放洗衣機 冰箱 也滿大的 這個 看起來 它這種的話 其實你只要冷孔 對呀 最多就是兩大一少 對 它會給我付 這間屋的租金6000元 加管理費 以及污水 以及垃圾費用 大概加多400左右 大家先留意一下 D的位置 因為呢 在尾段總結的時候 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的意見 這裡呢 就是大堂的入閘口 可以用人面識別 以及數碼曲 在這個小區裡面 可以看到 在平台裡面 有些 就是 娛樂設施 租房是半個月的中階費用 對 嗯 又看一下另外一間房營 又是兩房設計 這個廚房好大 它都是有一個生活人 把它打空的 原來呢 原來呢 業主將廚房的生活陽台呢 打通了 所以見到廚房好像很大 對 這裡是 賣就480萬 嗯 嗯 嗯 房 就是這樣 就是主人房 看著那個景觀 房 房屋的那種瓷裝 瓷瓷 瓷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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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看這個小房 真的沒有什麼作為 又是橫樑窄頂 打橫的面積呢 都應該放不到一個 六呎半 直的床 只可以說 只可以說 做個書房仔 就OK的 客廳露台對出呢 就是 卡車的過關位置 這間屋呢 租金呢 就五千五元 加管理費 但如果賣呢 就是480萬 面積呢 就是七十平方 不到六十九點幾 看完這個房子之後呢 我自己有些 小小的意見 在尾店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再看一個 就是 一房設計 因為呢 原先這個是示範單位 所以呢 建築商呢 做示範單位的時候 就把它改為兩房 有些怪 一進屋的時候 全屋裝修都不錯的 很Yappies 但是改完之後呢 去廚房 竟然在哪裏呢 大家看一下 竟然在露台上 見了廚房在這裏 看一看其中一間房 又是這樣說 上面一個大橫樑 所以呢 擺床的時候呢 他就利用了個L長的位置 放了床過去的 但是呢 都幾窄下的 方向就朝北 對出去呢 就是車路 夜晚 夜頭 都應該是粗 看完洗手間先 內裝看上去不錯 因為原先 它就是一個示範單位 客廳的佈局 客廳的佈局 應該這樣說 裝潢比較 Yappies 新一些 但是雪櫃一定要擺廳的 這裡有62平的 大概 也有 六百三尺 以上 看完另外 改裝的一個小房 其實這個小房 一進門口 左手邊 但是大家一看 就是這個小房 真的好小 只可以擺到 一張三尺 不夠的床 如果這個屋形呢 我覺得應該可以 兩夫妻住 那就入門口的位置 這個房 就做書房 那 覺得會比較多 租金多少呢 就是 開價六千 但是可以趕到五千五 再另外包一樣 管理費 還有其他的 垃圾 還有污水處理的費用 大概加多三百元左右 再去另外一間 是三個房的 三房 對 只賣不租 哦 只賣不租 哦 三房 三房 間隔即刻當堂 馬上不一樣 馬上不一樣 也是炒東南咯 這裡 這邊也是東南咯 嗯 嗯 完全就看到關口了 這個 好似香港的間隔 又是一個 不知為何香港的設計師 很可愛 又是一個大橫樑 這樣 那你看一下 床呢 想做 闊一點 這個床做到很闊的 大概有兩米 但是呢 你如果擺個一米八呢 都不行 你要擺個一米五的 就避開個還糧 那 風水學來說 那個還糧當然不行 是不是 那要再重新 自己裝 收一下 洗手間 有一個 看一下另外一間細房 進去呢 我就覺得 超級細 打橫這個位 其實叫做打直這個位 應該是不夠 放六尺半長 那 又是上面 一樣 橫樑窄頂 最多可以做書房 這個 到第三間房 又看一下 嗯 原來這裡是有窗台的 嗯 又是一樣 上面是橫樑 所以 被開了個窗台 之後 放到一個1.5的床 才可以放到一個軌 要1.8就一定要 就是要拉閘櫃 好像這個 嗯 一般一般 那些屋主 就用木地板 但是呢 就 就已經 薄薄的了 我再入回來 看回那間房 真的 原來他用了個窗台 就 利用了個窗台 就做了一個床架 就這樣 這個紙賣不租550萬 三房 一個廁所 嗯 嗯 面紙也是70 這個是81點多平方 哦 81點多平方 就大概823 820至830呎 我們看一下廚房 咦 廚房 你說行得 不算行得 但起碼有個窗 這裏的窗 原來是洗手間那邊 衛不衛生呢 大家想一下 去了廁所 要是沒有窗 要是有窗 要是有窗 剛剛你又在煮飯 那怎麼辦呢 哈哈 這個 這個 真的 好直接 放洗衣機 所以 最好的優點 就是 可以 浪衣 不同香港 都不知道 浪在哪裏 啊 還有呢 這裏 好近 相對於香港的北面 這裏 這裏 建香港的南面的話 那整個香港都廢掉了 對面 對面 是 香港的垃圾處理 他這裏是拉丁處理過 拿來填滿的 填滿的 不是拿來這裡燃燒的 處理好之後 用來填滿的 填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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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呢 看過幾個樓盤的介紹 二手房 四季魚丸 有兩房 三房 三加一 加個書房的 那價錢呢 都OK的 不過 有優點 當然有缺點 優點呢 就不多說了 因為連堂口岸 24小時通關 就方便的 缺點呢 先講講 這個地方 如果那些樓 呢 向南呢 就看著香港垃圾 田山區 其實真是幾臭霞的 屋內的設計 真的完全有問題 所有房子呢 無論去兩房三房 都有還糧 壓頂 就是基本上 風水當然不好啦 現時未開關 所以呢 都幾靜的 但是 真是24小時 這個是車線來的 所以一定會很吵 今天的視頻 來到這裏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請點贊 最緊要就是 如果你們未訂閱 請支持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因為你們的訂閱 就是我拍片的原動力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